好 谢谢 弟们这边平安 平安 西雅图迎来了 可以说是第二好的季节 今秋的世界 感谢神让我们有看见 这个另外一个景象 但是也看到落叶归根 但是我们知道 落叶虽然归根到第二年 又会枝繁叶茂 又是葱葱绿绿的 所以上天让我们看见 其实在我们的周遭 就有复活的事情发生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我们小组查经营 一直在查这个复活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复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答 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 很多地方也觉得 好像对这个身体的复活 好像不太确实 我一定都不确实 你看自然界都可以复活 一个种子落在地里死了 它会重新长出 一个成天的大树 复活是真实的 Amen 所以保罗花了 五十七节的经文 讲复活 最后一节讲什么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人 就是讲到我们 我们的所有的信徒 都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身体 和灵魂的复活 将来要在天上 与主永远同在 而且要得着主 为我们预备的标杆 那个奖赏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特别来导歌 我们再来念一遍 这个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五十八节 请那个 所以来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Amen 弟兄妹 我们到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OK 如果主许可 也许他来的时候 还活在世上 但是大部分的信徒 都不会再活在世上 但是无论如何 当主来的时候 号筒 莫次 吹响的时候 所有的信徒 甚至那些不信的 都要复活 因为最后还有一个 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 所以弟兄妹 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保罗还教训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什么叫主公 就是传福音嘛 就是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包括要买对面的停车场 OK 让我们的西雅图连亮堂 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有一个居所可以沉船下去 而且能够为神在地上扩展祂的国度 能够成为一个据点 在大西雅图地区 所以弟兄妹一起来祷告 真的为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 来感谢祂 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让我们手中所做的功 能够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Amen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Aleluia 主啊 我们来感谢祢 我们来赞美祢 谢谢祢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我们复活的身体 要在荣耀里面与祢同在 主啊 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 主啊 让我们真的被再世的一遍 你来激励 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 都能为你来做功 不仅仅仅仅做功 而且是竭力多做你的功 Aleluia 我们来感谢祢 主 我们感谢祢 真的谢谢祢 不光祢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 而且祢允许我们 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 将来要永远与祢同在 而且有奖赏为我们来存留 主 我们来感谢祢 谢谢祢的圣灵 能够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 好 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 都能为祢来做功 Amen 是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既然祢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应许 知道 我说我们以后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就要站立登文 我们就不动摇 Amen 是的 主啊 有祢在我们就不动摇 有祢在我们的信心就要更坚固 因为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后盾 主啊 我们知道 祢告诉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主啊 不管大功小功 主啊 只要祢的命令 按照祢的命令去行 就是做祢的功 Amen Amen 是的主 我们真的是祈求圣灵来 坚固我们的心 坚固我们的行为 坚固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在祢的里面不动摇 真的是能够常常在祢的里面多做主功 Amen Amen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常在祢的里面来多做主功 依靠祢我们就坚固 我们就不动摇 我们可以站立的 我们就可以靠着祢来做成祢的工作 Amen Amen 主啊 让我们在为祢做工的时候 来常常依靠祢的大能 好 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祢来提升 好 让我们将来在 主啊 更大的一个逼迫的里面 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摇动 因为我们的信心 在为祢做工的过程中被祢来兼顾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虽然可能会软弱 可是主啊 祢是坚强的 就像经常说的 靠着祢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Amen 是的 主啊 只要我们靠着祢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可以凡事都能做 Amen 是的 主 祢来到这个世界上 祢不是要人的服侍 服侍祢 而是祢告诉我们要服侍人 Amen 是的 主 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 祢都知道 我们祈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在祢的里边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 因为祢在天上能够招呼我们 因为祢知道 我们在祢的里边 就能结出好的果子 Amen 是的 我们在祢里面就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我们在地上的劳苦都不是突然 为了要成就那永恒的基业 主啊 来帮助我们看见 用那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到那个奖赏 看到那个祢要成就的事情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竭力的来奔跑 与祢一起奔跑 感谢祢 Amen Amen 主啊 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心智 一个能力 让我们能够长长竭力 而且多做主公 主啊 这是因为我们甘心乐意为祢的 国度在地上的扩展来摆散的 因为我们领受了祢的爱 领受了祢的恩典 而且让我们能确实的知道 祢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们复活的生命 我们将来的荣耀都在祢的里面 所以我们愿意来竭力多做主公 将来我们要得着祢给我们的奖赏 哈利路亚 我们来感谢祢 赞美祢 求祢与我们西雅图 琳兰同地上 来同在 让我们真的来思念天上的事情 来为祢来做工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要为祢来做工 哪怕是有一些辛苦 哪怕是一些劳苦 因为知道说我们所有的劳苦 在祢里面都不是突然的 祢尽我们所有的百善 祢也帮助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祢 Amen 是的 主啊 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祢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召 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按照祢的呼召 来行出祢的旨意来主啊 在地上常常的来思想天上的事 主啊 常常的来思想祢 对我们我们所说的话 Amen 是的 主 祢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不可动摇 不管是在工作上 生活上 在家庭里 在服侍中 我们都要常常竭力的多做祢给我们的功 Amen 主啊 祢说服侍在那个小的身上 就是服侍在祢身上 主啊 我们做任何的事 我们都是为主做 主啊 让我们真的清看眼前的苦楚 看到前面的喜乐 我们就有力量继续的来多做足够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真的谢谢祢 祢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 在我们将来是有永生的 是有复活的身体和灵魂的 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感谢祢 赞美你 弟兄姐妹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将来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美好的盼望 可是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 那我们当如何 当我们知道有这样子大的盼望 我们当如何来活我们的人生呢 我们当如何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呢 下面那个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答案 我们一起来读菲利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这指节节目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 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人生都是有目标的 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意 我们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达成神的心意 让我们的生命变成真是有永恒的意义的 我们不是好像只是得救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上天堂 不是 我们的人生是由我们当做的事情的 所以我们来真的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教会祷告 让我们能够真的做成神的心意 达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可以真的是无愧的说 主啊我们进了我们就像保罗说的 当跑的路我们跑了 当手就到我们手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永远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教会祷告 祂尔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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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尔利 祝你愿意来试 主要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要 谢谢祢为我们每个人设立一个标杆 帮助我们向祢标杆直跑 Amen 主 还是相信祢在西雅图琳南潭 有一个标杆为我们预备 有一个奖赏为我们来存留 不管是我们所有的同工 而且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有从祢内来的命定 求祢让我们打开树林的眼睛 看见这个命定 而且看见这个标杆 要向着标杆来直跑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我们就要忘记过去努力前面 主啊 你在视频里也告诉我们说 要忘记过去的事 主啊 不要被那个过去的残垒 过去的重担压着我们 让我们甩去脱去这一切的重担 主啊 来向着祢的标杆往前面走 Amen Amen 是的 我们没有完全 主啊 我们没有做成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紧紧来跟随祢 抓住祢的话 用祢的生命 祢的话语来练进我们的生命 成为那个合用的器皿 我们才能够专心的来朝着标杆 那祢就是我们的标杆来直跑 Amen Amen 是的 主 祢就是我们的标杆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 很多叫我们分心的事情 可是主啊 这里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那就是向着祢 向着祢直跑 Amen 我们感谢祢把保罗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 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一生为你做了何等的事情 他一生为你付了多少的代价 到他在临终的时候依然说 他还没有得着 主啊 这是我们羞愧在保罗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效法 使徒保罗在地上 就为你来颠款 为你来做 做这个 为你来做工 到一个不惜代价的一个地步 主啊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来万计背后 努力面前的 不管我们的属灵的观景今天是如何 因为还有更高的一个奖赏 为我们来存留 还有更高的呼召为我们来预备 主啊 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 来追求主啊 你要我们来得到的奖赏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改变 就要更新 让我们的眼目长长的来定睛你说的 你交代我们的事情 你告诉我们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朝着你的标杆 往前面走 Amen Amen 是的 主我们要忘记背后 忘记我们自己的老我 看断我们自己这种 带你不喜悦的枝子 我们看到的就是仰望我们信实成中的主 我们要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 我们要直跑 而不是要往两边看 我们不做彼得往两边看 掉到水里 我们要仰望你 一直朝你的方向 跑去 Amen Amen 是的 我们要来仰望你 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们就一无所惧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专注在你 你所呼召我们要去得的地业 主啊 让我们真的完成你从上面 招我们来的使命 感谢赞美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帮助我们在这个有生之年 在这个地上的时日里面 我们来思想天上的事情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能够来讨你的喜悦 Amen 是的 那个标杆 我们的标杆就是十字架 主啊 让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前面 主啊 世界在我们的后面 Amen Amen 主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竭力追求 而不是得过且过过地上的每一天 主 你告诉我们这个世代邪恶 我们要爱惜观音 爱惜观音的意思就是 要抓住每个机会 来为主来做工 而且是长长竭力多做主工 主 你就喜悦们 你就要来奖赏我们 对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 让我们一同来起立 让我们来思想 神在这个教会 为我们设立的标杆是什么 神在你的生命中为你预备的奖赏是什么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天上得着能力 让我们向着我们自己的标杆 为了神为我们每个人的命定 来不断的奔跑 能够得着奖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你在西亚洲灵难坛 有你美好的命定 有那个极大的一个奖赏 为我们来存留 主啊 主啊 老师说真的 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西亚洲地区 能够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个第一标性的教会 让你的子民世世代代 永远永远有一个基业在这里存留 要得着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地界 来扩充我们的教会 来扩充你的地上的活动 哈利路亚我们来感谢你 我们来赞美你 主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告诉我们 什么是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命定 好 让我们真的能够 万岐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那个标杆直跑 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要与你面对面 我们所盼望的就是 你对我们说 你是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你在地上有忠心 主啊 你要进来与我来一同作息 要来享受与我一同的快乐 哈利路亚 我们来感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 使用我们能够成为 主啊 你在地上的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主啊 帮助我们的教会 能够来地上扩展你的国度 为你来得地为业 为你来得人如得鱼一样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早上圆门同在 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聚会 祝福卫平传道的口 能够传讲你属天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得着天上的能力和喜乐 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